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观难过 情观难过的首相 首先呢 这个结婚线呢 一开始就乱七八糟 然后停滞的人呢 这个是被人家甩掉 或者离婚之后会不甘心 还会是一直守候着 那么会无法安于这个婚姻的生活 也受不了一对一的爱情方式 喜欢一个接一个 或者是脚踏里多只船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个是什么特点呢 就是这个结婚线比较凌乱 我们说结婚线一少不一多 最好只有一条 如果多而且凌乱的话 那么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大 是非常的跟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我们说如果是生命线出现这种贵人线 生命线内侧紧贴着生命线平行的一条纹路 这个叫贵人线 贵人线如果是遭受破坏 我们用其他的颜色来画一下吧 我们用这个黄色的表示贵人线 这条线如果是遭到破坏 弯弯曲曲啊 断断续续啊 这样的断断续续啊 或者是弯曲啊 这样的 或者是被横切线干扰啊 这样的小的横切线干扰 这样破坏 那么这个或者是导文啊 那么这样的话 贵人线遭到破坏的人 在感情方面会分分合合 即使是已经没有了爱意 还是不甘心放手 往往都是藕断丝连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 如果是你手掌上健康线很短 健康线就是沿着月球 这个上面的一条健康线 那么 很短模糊不清啊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可能身体比较弱啊 容易有一些慢性疾病 身体呢 小病不断 免疫力低啊 容易感冒 一般情况下健康线下端 最好不要碰到生命线啊 不要碰到生命线 如果是健康线超过的生命线 或者碰到了生命线 表示啊 内脏或者循环系统啊 内分泌系统会出现问题啊 健康线完整 不中断 但穿过生命线 那么表示啊 外强中干啊 那么一生疾病 这样的人往往个性固执 如果是这个 再加上智慧线 跟这个 健康线啊 交叉 出现交叉的这种形状啊 显颜色 这个显现出这种浅黑色 这样可能不利于生育啊 这个是一种 如果是还有一种 就是这个感情线啊 这个出现中断啊 感情线出现中断 通常是啊 容易啊 克另外一半 或者是这个 你这个婚姻感情容易破碎啊 很脆弱 一碰就断啊 无法接受下一段 甚至呢 无法接受下一段感情啊 甚至会影响到工作啊 虽然可能娶妻生子啊 建立家庭 但是性格无法安定啊 像这个一个花花公子一样啊 有很多风流涨啊 另外呢 金星丘呢 代表一个呢 生命力和情欲啊 和欲望啊 爱之神嘛 爱神之丘嘛 如果是金星丘有一些 这个成棋盘状的 这个网罗的这种纹路 棋盘跟棋盘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 会减弱金星丘的力量啊 破坏情欲以及生命力 人生啊 等于是黑白啊 如果是一个人双手健康线 短而分叉不清晰 形成梯形 表示身体抵抗力比较低啊 这个还是讲 我们这个健康线啊 一种形态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的特点呢 就分享到这里啊 所谓的情观难过啊 就是指感情线锻炼啊 那么 这个贵人文出现干扰啊 那么还有就是健康线 跟这个啊 跟这个智慧线交叉啊 形成这种 感情线的一个格局啊 再加上这个结婚线凌乱 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 最最需要这个提出的一点 就是结婚线乱七八糟的 那这个是容易 跟花蝴蝶一样啊 好了 有关这个 首先就分享到这里啊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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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